华夏文明的火种,历经几千年都生生不息,而中华美德正是其中独一无二的瑰宝。 自西州时,华夏就出现了详略完整的礼记、周礼,其中所涉及饮食、婚嫁、祭祀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规范了人们的言行生活。 之后,孔夫子率领弟子周游列国,将儒家的文化修养、传授与世人,至今仍然影响深远。 古人的智慧大多来自于亲身的摸索,例如圣人王阳明,独自农场悟道才得出了心学。 而在日常的生活之中,百姓们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悟出了很多的道理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俗语。 虽然这样的文化不及圣人的思想,能启迪世人,但是对人们的生活却大有帮助。 在农村老一辈人的口中,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,宁可世人官,切莫世人邪。 对此很多人都表示不解,为何这些比棺材更害怕呢? 其中的深意还需要我们细细领会。 宁可世人官,棺材又称寿官,是人去世之后所用的官果。 很多人就认为这是比较忌讳的物品,但其实恰恰相反,棺材反而包含了非常好的寓意。 最早的棺材被人称为棺材,是崇尚祖先崇拜的中国人, 希望去世的长辈能够保佑家人,升官发财,但是因为太过直白,所以改成棺材。 古代的大户人家都会在六十岁之前给自己准备一副官果,希望借此物来保佑自己长寿,是为压寿。 在中国民间流传很广的《周公解梦》中也有注视,梦见棺材,是得大财之兆。 可见棺材在古人心中其实是吉祥之物,所以帮人是棺材,其实是一种谋求美好的期盼。 在中国的一些地区,上经科考的考生都要帮家族的老人士棺材,来讨一个好彩头。 为何要去世人观呢? 这其实与古代流传至今的习俗有关。 人们常说百善孝为先,这孝道不止是在生前要孝顺父母, 在长辈去世之后,人们也讲究逝者为大,家中的子孙后代都会为其操办后事。 华夏天南海北,在不同流域这丧事也各不相同,有土葬、火葬、水葬等多种习俗, 但是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,人们都普遍实行土葬,这样的方式最为久远,已经延续了四千多年。 在后世的不断演变之中,棺材成为了必不可少之物,甚至家中有高寿老人的都会提前进行打点准备。 但是这棺材不比其他,可以来回退换,所以人们常常会找体型相仿的人前来鄙视。 很多人会觉得这与丧事有关,不易接近,但其实棺材本身并无好坏,人的生老病死,乃是自然规律。 年纪大的老人,身体腿脚不变,定是无法为自己事关,一旦不小心发生损伤,那就会危害生命。 其次,虽然老人经历了数不尽的风风雨雨与生离死别,但能够以平常心去看待岁月的流逝。 但是,当人处于那样的环境之中,难免心生感悟,对于家中的小辈而言,也是苦从心中来,于情于理这都是不合适的,所以这由他人事关是非常有必要的,是常理之举。 切末世人邪,古人以棺材做对比,为的就是想要提醒世人,这后半句,那就是切末世人邪。 这样的言论,在当下看来简直不可理喻,与人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出入。 但在古代的社会环境中,这样的警惕是非常必要的。 其实当代的很多人都感同身受,就是最常用的一些私人物品,其实主人很不愿意外借, 但是借的人却没有体会到这层意思,对方开了口又不好不借,让主人极其为难。 现在,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老婆和车子不外借,其实两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鞋子的历史其实非常悠久,在五千多年前的养韶文化,就出现了瘦皮缝制的鞋子。 从商周十七起,鞋子穿着就有明确的制度规定,是礼仪的一类重要体现。 古代的鞋子类型非常之多,相具、细、鸡、洒都是各种材料所制成的鞋子。 而鞋子作为个人的贴身物品,不能给外人借用或者使用的原因,是因为在古代医疗和卫生条件很差的情况下,一些皮肤病或者顽疾顾疾很容易通过鞋子来传播,一旦染上,极难治愈。 并且让别人穿自己鞋子也有一些不好的寓意,有被别人踩在脚下之意。 其实,古代一双鞋子的成本并不高,普通人都可以自己编织草鞋。 所以,如果一个人落魄到来找你借用鞋子,那就证明他不仅仅是穷,而是懒。 救急不救穷,帮穷不帮懒,并不是鼓励对他人的窘境冷眼旁观。 而是如果一个人内心没有努力改变困境的意思,那么你的帮助只会让他更加心安理得,享受他人援助,是害了他。 古人所说的切磨世人鞋是有着一定的道理的,不仅是为了你着想,也是为了别人着想。 还有就是试穿的时候,如果你把别人的鞋弄坏了那怎么办? 总是一件非常不好处理的事,这是一方面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破鞋在古代有另外一层意思,就是说男女之间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,而古人很忌讳这个。 借东西这还牵扯到人们的人情往来,在生活之中,大家都会互相帮衬度日,难免会借一些常用的物件。 但这些却要三思,一双好鞋可能是人的心头爱,是在大场面的时候来体现身份的,若是借出去被别人穿坏,彼此之间都十分尴尬,不仅要赔偿更会生分了两家人的感情。 由此,我们便可以得知,其实古人们的许多俗语是值得我们好好去领悟的,而且我们在慢慢细细领悟的过程中,也能够从中悟出一定的人生大道理。 虽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科学的社会中,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将老祖宗所传下来的经验给忽视掉,我们应该去正视这些俗语,通过这些俗语去弥补自己在做人做事时的疏漏,以此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。 所以,命可视人观,切莫视人邪其实就是古人在告诫,可以接受别人对你的祝福,但是不能去讨要别人不好外借的物品,让他人为难。 也不要只期望通过别人援助来改善生活,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来争取。 智囊全集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,邪字是千万不能轻易借出去的。 原因很简单,首先,古时候,只要稍微学习,几乎人人都会编草鞋。 如果有人接鞋子,就说明这个人连草鞋都不会编,如此懒惰的人,有什么理由去帮助他呢? 对于这样的人,帮助他,反而就是害了他,培养起了他懒惰的习惯,以后怕事只会坐享其成了。 禁信书则不如无书,对待俗语我们同样如此,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俗语,才是我们传承和学习俗语文化的关键,也是我们运用俗语更好生活的关键。 一句简单的俗语,就能蕴含着人生存亡的大智慧,古人的智慧可以指导着我们生活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您看吧! 下期见